赵小棠究竟有什么资本敢对号称400亿钱金的虞书欣 诸如此类的对人话术不止这一句 可以说在虞书欣作物不胜的星途中 赵小棠就是他的克星 之后的采访中赵小棠更是主动透露 早在参赛以前公司就交代过他 不要和虞书欣起冲突 赵小棠做到了吗并没有 然而故事却没有朝反目成仇发展 与赵的关系肉眼可见的变得亲密 与此同时赵小棠见其他女孩上演姐妹情 笑里藏刀的暗讽 同行之间没有朋友 你们不要在这搞什么姐妹情深 快点吧 可他自己反手就在节目中称 虞书欣是我最好的朋友 在两人默契地配合下一对叫大鱼海棠的CP横空出世 赵小棠的排名也从初级平级的60开外 一路攀升到前三 可众所周知虞书欣早在参赛前 便于宋茜和宋威龙主演的剧中 饰演了爵士小作精蔡米米 因此收获了一批粉丝 所以人情与他悬殊的赵小棠便洗提了最强吸血鬼的名号 但别忘了号称四百亿千斤的虞书欣可不是傻子 在赵小棠的毒蛇背后 是一副足以支撑他毒蛇的身家 网传赵小棠祖籍东北 父母这一辈来到北京做生意 身家过亿 有关家世的传闻赵小棠从未正面回应 但根据他的日常作风来看 富二代的身份基本没跑 他早年曾出过一期回家视频 当时他只有20岁 但已经开着二百万的雷克萨斯回到在北京的独栋别墅 视频中能看到室内楼梯 之后决赛前夕他的家人露面为他助阵 赵母一露面便惊呆了众人 比起妈妈他更像赵小棠的姐姐 切换两次镜头他就换了两身香奈尔 就连弟弟的铜装也出自巴宝丽 层外家中装潢看上去都是无比豪华 在如此幽默的家境中长大的赵小棠眼光格外高 几代国人都在用的冷酸铃 为什么会被赵小棠瞧不起 2020年7月赵小棠通过自己公开的小号吐槽 工作人员用自己牙膏中的爱马仕 却给他用冷酸铃语气颇为不满 还指责对方不是正常人 事后有人扒出赵小棠所说的贵价牙膏 是一款国外品牌 均价在40到150之间不等 而且评价也是两极分化 许多用户反馈他并不比冷酸铃好用 赵小棠此举是重阳媚外玛 外界纷纷发出质疑 甚至有人公开嘲讽冷酸铃比你有名多了 与此同时冷酸铃官方开始隔空喊话 我们不做牙膏中的爱马仕 只做更懂国人口腔的牙膏 并宣布送出一万只牙膏回馈用户 最后在多方讨伐下 赵小棠被迫登陆大号 用一封手写信对大众及品牌道歉 表示自己只是想分享工作日常 并没有歧视国货的意思 事实上赵小棠阴差阳错间 为冷酸铃做了一次免费宣传 而根据他以往的形象以及消费水平来看 他大概率不是在歧视国货 只是下意识追求奢侈品牌 拥有着丰厚的家底 他的衣柜几乎都被雕牌 驴牌卡地亚香奶奶挤占 自然牙膏也要追求高品牌 其次赵小棠的一贯人设就是心直口快 说好听点叫耿直 说难听点就是说话不过脑子 他曾经在节目中坦然分享 自己经常做医美 上节目之前还打了瘦脸针 并称现在微调很正常 而他周围刚好坐着一个 身陷整容传闻的孔雪儿 此后他又在节目中多次臭脸 招致了观众的讨伐 对于外界的评价 他本人献出了一则金句 世界上说你的只有两种人 一个是嫉妒你的女人 还有一种是不如你的男人 这是赵小棠在爱奇艺的选秀中 说过的一句话 而事实上 他的确从参加节目开始 就一直在被人说 早期被潮汐于书心的写上位 后期被骂借孔雪儿博得出道位 外界他优渥的家世 这句话显得没什么说服力 赵小棠原名赵家辉 1997年出生于北京 八岁开始学习民族舞 小生初时 他以舞蹈特长生的身份 考进了排名领先的北大副中 据他的像有爆料 赵小棠当时是学校舞蹈队的种子选手 身材长相都是一绝 人品也没问题 校内很多富二代都喜欢他 但被他一一拒绝 不过这个爆料者强调 赵小棠的成绩奇差无比 稳居倒数宝座 而从赵小棠的许多言行来看 的确是没什么学识的样子 他经常下意识地说出一些不太友好的话 比如在潮流合伙人中 他给范澄澄取了个外号叫范老三 而这个外号恰好是范澄澄的黑称 不巧的是他曾当众透露 自己没事就逛某论坛 称得上是个冲浪学者 除此之外 节目中的范澄澄看完一天车后 赵小棠脱口而出 这给你厉害呢 我的天 还不是个司机 一次两次是无心之师 但多次难免有故意为之的嫌疑 因为在风云变换的娱乐圈里 大家都需要一个人设来维持热度 而赵小棠出道至今 维尔出现的话题 一个是和余淑欣的CP 一个是耿直人设 现在不用更待何时 毕竟做坏的情况不是有人骂你 而是别人都懒得骂你